大家好,我是小宇,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我们会每一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缤分娱乐现在开售。 如今这个时代,综艺节目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演员、歌手也成为了综艺节目的常驻,甚至部分人成为了综艺节目的熟命孔,几乎在任何综艺都能够看见他。 比如说杨迪,有的时候都在感慨,为什么在每一档综艺节目都能够看见他呢? 不过这对于杨迪而言,影响并不大,毕竟杨迪的本质就是综艺咖,也不算是说不务正义吧。 不过笔者最近倒是看见了一些有趣的评论,周深是不是娱乐过度了? 小周最近娱乐过度了,可以歇歇了,再折腾,好印象都没了。 之所以会有人说出这样的话,主要原因呢,还是因为今年周深上了太多的综艺节目了。 我们等会儿再去说,周深这样的做法对于错,先来看一下周深今年参加的综艺节目吧。 周深2020综艺节目的盘点, 歌手天天向上,青春环游季二,快乐大本营,王牌对王牌向往的生活,等等啊,大致呢就是以上的几档综艺节目了,还有几档呢今年初播完的,那笔者没有统计进去啊,其中青春环游季二是常驻的,而这里边儿除了歌手是纯粹的原创殷宗,那么其他的就娱乐性质更多一些了,所以这也难怪会有人说周深娱乐过度了。 那么,频繁参加综艺节目的周深,算是在认真做音乐吗?其实各位忽略了一些东西,我们应该结合当前的形式和周深作为一个歌手的本质去讨论这个问题,由于疫情的影响,目前的演唱会基本都是线上的形式的,而且很多演唱会都是公益形式,也就是说免费的,这样的演唱会效果也不算好,而且举办的次数并不算多,毕竟线上演唱会会会由于网络和收音的问题,举办固然简单,但是和现场却是有着天差地点。 演唱会没法开,没有音乐节,没有个人的巡演,没有接盘的商演,那么这样的一个形式之下,歌手其实就只能够在家闲着了,很显然这是不合理的。 或许有人会说,周深作为歌手,难道不应该在家里安心做音乐吗?这里就要聊周深作为一个歌手的本质了,创作歌手和纯歌手的区别,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歌手不会创作,反而成为了一个槽点。什么意思呢?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某某在某档节目里面只会翻车。 翻唱,翻唱,然后还赢了原创作品,当时网络上面有一种论调,这样不太合理。但是实际上呢,这又有什么不合理呢?我们应该明确的一个观点就是,歌手并不一定需要会创作。 歌手最关键的一点其实就是唱歌,不管是创作歌手,或者是说纯歌手,是否会创作,并非槽点。 这和安心在家做音乐有什么关系呢?各位要知道的是,周深作为一个Vocal路线的歌手,如果说要音乐上面有什么需要他去做的,那么就是每天练嗓了。 但是练嗓这件事情啊,并不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甚至也不需要一个固定的地方,现如今有一个手机就可以练了。 创作歌手需要在家里把专研作品,或者说是外出旅游找灵感,这完全就是另外的一条路了。 纯歌手本身就是极度的依赖资源的,也就是说OST和音乐人制作的歌曲,那么这都是需要通过自身的实虑去争取来的。 这样看来选择上综艺,反而是一个最合适的选择了。 综艺节目提告曝光,纯歌手想要出头二是非常难的。 在如今这个时代,如今和周深同期的歌手里吧,我看了一下各大音乐平台的拍摊榜,几乎是看不到纯歌手的影子了。 歌手和我们的歌这样的综艺并不是一直都有的,而且这两档综艺在参加一次之后,想要再次参加是有着一定难度的。 所以选择参加娱乐综艺节目去提高曝光,那么对于纯歌手而言是非常合理的。 就拿周深参加奔跑吧来说,虽然是去参加娱乐综艺节目,但是在节目的开场, 却还是唱了一首大鱼啊。 那么如果有听众听了周深的大鱼觉得很喜欢,自然才会关注到这位歌手。 我们有句老话叫做《九香不怕巷子深》。 电视在如今的这个节奏如此之快,信息过于发达的时代,《九香》其实也怕巷子深。 那与之前的周深又有多少人在关注呢? 如果说没有我们的歌,没有歌手,没有这些娱乐综艺节目,周深的曝光度又会是多少呢? 作为一个纯歌手,通过了其他途径,让大众了解自己的歌手的身份,了解自己的音乐,这不是一个好方法呀。 做音乐不是说着而已,至于说做音乐的认真与否,我觉得其实不需要听一个歌手是怎么说的,我们只需要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就行了。 我们看看近几个月来周深发布的作品吧。 5月27号发行与Pentacue合作的歌曲《话语》。 6月20号与贾玲、朗朗、范晨晨、杨迪合唱的《青春环游记》第二季主题曲《青春就这样》上线了。 6月28号现唱《天宝扶药录》主题曲《天地为念》。 6月29号发行歌曲《花西子》。 应该说纯歌手里面周深应该算是最勤奋的了,或许也可以说是资源最好的一位了。 当然啦,这也是对他一个实力的肯定嘛。周深足够强大的vocal和独特的嗓音确实非常适合去唱OST。 这也是为什么《大鱼之后》他的OST歌曲越来越多的原因,因为声音确实很大。 一个歌手有没有在认真做音乐,不是说看他有没有参加综艺节目, 在音乐的竞技综艺节目上面排名如何如何的,而是要看他一年到底发了多少歌的。 不管其他的综艺节目上面的演唱是如何的,最终算作作品的, 那其实也就只有自己发行的单曲和专辑。 对了,我倒是挺希望如今的周深能够出一张概念专辑的, 毕竟完整概念的专辑更能够收获到业内人士的认可。 当然,这需要一个非常好的音乐制作人,以周深如今的实力, 我相信会有人愿意帮他制作的。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